大家好,今天要给你们介绍一部西班牙电影《夺狱困兽》 故事开头,新上任的狱警胡安来到了监狱了解工作 老狱警为胡安仔细介绍了监狱的情况 并告诉胡安,想要更好工作,做人就不能太过死板 俗话说,水之轻则无鱼 所以适当时候可以和罪犯们做点小勾当 就在这时,犯人们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越狱行动 倒霉的胡安也被伤到了 大家只好把流血布置的胡安抬进空置的211牢房 愤怒的罪犯们便策划了这场暴动 画面一转,胡安被红帽男人弄醒 这一代已经被罪犯们控制住了 红帽男看到空置的211竟然有人,不禁十分怀疑 刚清醒的胡安一脸懵逼,随后被关进牢房,听后发落 清醒过后,胡安惊觉自己要假扮成罪犯才能保命 所以他赶紧把自己的钱包、戒指等随身物品藏了起来 因为一个真正的罪犯是不会带任何东西的 刚收好,红帽男就进来,带着胡安去见罪犯首领 刀疤男了,胡安撒谎说自己是犯了谋杀罪的一级罪犯 刚说吧,刀疤男就笑了 因为刀疤男觉得胡安并不是杀人犯罪的料 他命令胡安脱掉衣服,看似羞辱 其实是检查胡安有没有随身物品 检查过后,刀疤男彻底相信胡安是个真罪犯了 这时,外面的罪犯们正在砸摄像头 胡安赶紧制止了他们,并建议必须留下一个摄像头 让外界了解情况,才有利于和警方谈判 刀疤男觉得好有道理 胡安自己爬上去遮住了摄像头 并趁机向外界暗示自己很安全 老玉警见了喜笑颜开 直夸胡安是个机智boy 特警部队这时匆匆赶来 准备制服罪犯们 但是罪犯们早已准备好了政府的把柄 他们将来自独立自治区的三位罪犯作为人质 如果这三名罪犯出事了 政府也不好回应自治区的质询 刀疤男通过摄像头向外界表示 如果特警选择强攻,那他们也会选择撕票 随后又让胡安写下协议书 双方准备谈判 期间刀疤男变得十分信任胡安 连谈判都要带着胡安 开始谈判前 胡安借搜身之时 偷偷向来自警方的谈判官 偷漏了人质的位置 这时谈判官知道胡安是敌是有了 刀疤男虽是罪犯 但是他重情重义 是胡安为自己的好兄弟 他威胁谈判官 要让胡安与怀有身孕的妻子通话 胡安心想可以以通话为借口逃出监狱 但最后只差一步 没能成功 另一边 胡安妻子十分担心胡安的情况 便来到监狱门前 门前也聚集着许多罪犯的亲属 担心家人的亲属们和狱警起了冲突 胡安怀了孕的妻子也被推倒在地 罪犯们看到自己的家人被伤害 瞬间都沸腾了 他们决定杀掉一个人质 让警方知道后果的严重 随后警察与罪犯决定进行第二次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 胡安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重伤去世了 罪犯们被胡安的悲伤所感染 而胡安自己也动摇了 谈判官见形势不妙 便说出了胡安的真实身份 这时胡安已经完全对虚伪的谈判官起了杀意 在杀掉谈判官后 自己也决定自杀 但最后胡安还是没有自杀成功 私立逃生的他决定完全站在罪犯这一边 为他们发声 胡安告诉狱警 如果不废除特殊号监狱制度 如果不给罪犯应有的人权待遇 他就杀了人质 让政府去收拾烂摊子 谈判官无计可视 只好告诉刀八男 胡安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狱警 想让刀八男和胡安自相残杀 可是刀八男认定胡安不会背叛大家 于是两人决定大干一场 警方这下彻底向罪犯们妥协了 这时电视机也播放了 废除特号监狱制度的行文 就在罪犯们都兴高采烈时 特警趁着他们齐聚一堂时 便发射了催泪弹 大家乱作一团 遭到了特警们无情的屠杀 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而刀八男和胡安 也被监狱里的内应暗算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权暴动 彻底失败 这部电影以一个特殊的角度 来看待关于人性的问题 本应代表正义的警方 却在片中充满虚伪的谎言 而本应罪恶深重的罪犯们 却是一腔热血 重情中意 这让我们知道 人心是复杂的 有时我们也不应该以貌取人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